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来辅选入住的竟然是 这个叫做绿能厂商董座名下 有一户要价五千多万的房产 被质疑说是不是被绿电厂商供养呢 今天赖伴马上澄清说有缴房租 可是去年民进党九合一选举大败 主要就是选举民进党和光电业者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让民众诟病 结果赖清德的辅选大将 竟然还跑去跟光电业者租房子 张老康就说知道瓜田里下不是要避险吗 难道潘孟安不知道他租的这个好宅 是光电业者的房产吗 为何台北市有那么多的房子不租 刚刚好就要租到绿电业者的房子呢 李文 的确就是瓜田里下的一个问题 还有到底潘孟安跟这个房产的所有人 到底是不是熟视呢 那这中间当然了 因为潘孟安现在已经没有公职了 他是一个辅选的大将 这虽然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背后牵扯出来的复杂的政商关系 是老百姓现在高度关切的 我们来看一下 民进党光电弊案还没查清楚 在野党立委爆料 赖清德竞选总干事潘孟安 在台北辅选期间 入住光电公司老板的双车位大豪宅 力能能源在屏东拓展光电业 董事长杨宗旗下的立骑育品豪宅 就提供给前屏东县长潘孟安北上浮选用 豪宅超过52坪还附设两个停车位 房价超过5600万元 力能能源和立骑建设同属于丽丽集团 丽丽集团和绿云关系匪浅 立委赖品渝的妈妈吴如萍 还曾经是立骑建设读董 在野党怀疑 绿能公司难道是长到甜头 供养新潮流的潘孟安 提供给你使用的这个集团 跟你过去在屏东县政府 有没有业务往来 那么做一做力能的 都要跟县市政府打好关系 才能够得到这些标案 会不会有所谓的瓜田里下 有接受财团供养的问题 现在潘孟安仍然是 屏东的地下县长不是吗 从豪宅的宣传照看到 潘孟安住的豪宅 不但有无边境游泳池 可以远眺台北101 简直像网红打卡热点 还有健身房 跑步机 休息会客室统统有 超大落地窗跟客厅超气派 四个卧室还有超大更衣室 各界质疑到底在什么条件下 业者会提供这样的豪宅 让潘孟安连北上浮选都如此气派 我们台北市的市民 要找一个停车位 都痛苦不宽 更何况你拥有双车位 他又是赖金德的竞选总干事 总干事是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假如万一不幸 赖金德当选总统的话 他可能就行政院长了 可以毫不必先的 住在财团的家里 潘孟安说这间房子 助理成租 助理去签约 都有按月缴租金 各界嘲讽 租到豪宅果然身价非凡 还是难不成大家都像 王定宇租金只有八千元 我才不相信说这个是有一个租约 那但是我想到时候 他们可能又会出现 王八千的故事 绿能光电弊案还没查 全民到先看到 民进党要脚和大财团的关系 似乎剪不断 李还乱 其实就是说民进党已经不需要再装穷了 跟当时在党外的时候 还有民进党起家的一穷二白 现在虽然看不到有成千上万 成亿上万的党产 但是似乎遍地是黄金 到处都是他们可以利用的资源 好 那么这个就让大家觉得说 那民进党呢 是不是执政了以后呢 哇 就非常快速的进入了 这个宫廷豪门的这样的一个境地 完全忘记自己的出身起家 也忘记了什么叫做 勤政清廉爱乡土 这个落差真的太大了 好 侯友宜就质疑了 民进党贪腐还需要我打吗 不需要 真的是已经掉满地了啦 不管是台南的卢渣 光电弊案高端炒股 小吃店卖快筛缺蛋进口坏蛋 真的每一次都要练得漏漏灯啊 随便讲就一大堆一大串 民进党的人甚至都还涉入性招待案 光是这个都不够了 不是只有金而已 黑金 粉味 通通都跑进来了 还能够比这个更堕落的吗 没有比这个更堕落的 所以咯 赖清德 你有没有看到呢 在人民痛苦的时候 你们却都在发国难财 连没有带你们都能够发财 更不要讲是在疫情期间 口罩疫苗快筛 没有一样可以逃得过 民进党的魔掌啊 真的是吃相太难看了 那我们看看我们伟大的 蔡英文总统说什么呢 出来辅选了 说这种没有证据的说法 我不能接受 反驳对于来自社会普遍的质疑跟不满 好 你不能接受 恐怕老百姓更不能接受吧 好 王宏威就最新的爆料 踢爆说 潘孟爱未来来台北浮选啊 居然长期是住在绿能公司 绿能能源的董座名下的一个豪宅 立其玉品 每一户呢是五千万啊 哎呦 很多人真的还是一样 尤其我们的年轻人啊 是住不起买不起啊 他说 赖清德竞选的总干事 竟然能够坐享绿能建商的礼遇 那么就不禁让人质疑 这个台面下有多少的交易 否则他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呢 好 赖进总的发言人出来澄清 这是为了要协助辅选 所以要北上 那么透过友人的协助 是由助理帮忙租房签约的 每个月是有缴六万块的租金哦 所以并没有说 他们的董座提供 让他免费的入住啊 都是按照法律 而且呢 都有缴租金的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立其建设的高层则说 我们公司没有任何蓝绿 党派的背景撇得很干净 而且不认识潘孟安 这是重点 不认识潘孟安 是透过朋友才知道 有房要转租的 所以呢 这是切的一干二净 说这中间并没有什么私人的情谊啊 也没有任何的交情 是完全透过第三者 他们两个人也不熟视 的一个租房行为而已 但是我们看到 潘孟安在他的任内 其实不是现在 大家在讲的台南光电 最快的就是在屏东重电 就是在潘孟安的任内 看到是整个县级的光电专区 所以就被人质疑说 那这个力能母公司的前负责人 郭全庆又跟新潮流戏是很好的 还曾经卷入扁家的涉滩案 好 然后呢 立伟赖品渝的母亲还曾经认过 力气建设的读董 所以真的不认识吗 好 再来他说了 2020年就上一次的立伟选举里头 力能母公司力气政治现金 总共给了17名立伟候选人 其中有15名都是所谓范馨系的立伟哦 所以呢 他们是不是跟新潮流戏 有非常深厚的交情呢 但是你刚刚看到了 力气公司出来 撇清我们跟蓝绿通通都无关 跟潘孟安也不认识 但是呢 从过去的这些历史看起来 似乎又不是如此 所以我刚刚讲了 潘孟安现在是没有任何公职在身的 但是过去在屏东县长的任内 还有新潮流戏跟力气 他们中间的这么深厚的交情 真的不认识吗 真的只是单纯的租屋行为而已吗 潘孟安入住的5000万房产 是登记在绿能厂商 叫做绿能能源的董作名下 那么当然呢 如果说呢 是单纯不小心租到他的房子 大家也不会苛责潘孟安 可是这个力能能源的母公司 力气集团呢 长期是绿营的金主 在过去的他的前负责人 叫做郭全庆 在扁朝时候啊 曾经举入北投篮球弊案 而且也涉入过南港展览馆的洗钱案 不只立委赖品渝的母亲呢 曾经是力气的独等 到了2020年 力气给了17个立委选将政治现金 里面就有15个都是民进党的候选人 好 赖清德的辅选大将潘孟安 现在有住房的需求 马上看到绿营的金主 跳出来帮他解决问题 这么快就知道他要租房子吗 所以说真的不认识吗 就算台面上有缴房租好了 可是台面底下 会不会有外人不知情的 其他交易的可能性呢 费委员你怎么看 我们常常讲几率 这个人比被这个运石打到 这几率还小 或者是比中乐透的几率还很小 台北市有那么多的要租房子的人 为什么就会碰到你的新潮流的金主呢 这个几率实在是 甚至被运石打到差不多 我们再看 这个潘孟安是什么人 我要跟各位报告 潘孟安做了八年的屏东的县长 他本来去年就要入阁 去当哪一位部长 可是他选择了去当赖清德的竞选总干事 刚才赖斯包伟也有说到 这个是大 我们在立法院大家聊天都会聊的 如果赖清德选上 潘孟安会当什么官 至少当行政院副院长 或者是院长 日后会有那么大权力的人 那当然我们讲合理 现在的官场会有八节的人 当然就会比较多 但你再去看看 这个郭先生 这位房东郭先生 他以前的历史的资料 你随便去Google一下 你就会发现 第一个跟绿营的很好 可能跟阿扁的关系也很好 因为刚才讲 不管讲北投的缆车 或者是南港展览馆 那个土地开发案 都会扯到贬家那边的事情 所以你 而且他们最主要 他们所投资的光电公司 是在平东重电 平东重电 那前后那十年来 有爸至少 潘梦安在那边当立法委员 他当了三届立法委员 然后又当了八年的县长 关系 关系真的太巧合了 这巧合到让人觉得 你是不是跟这位业者 郭先生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就算你需要有房子住 你其实还可以租别的 如果你真的是 这个跟你屏东有关系的人 跟你绿营新潮流有关系的人 你一定要避嫌 这叫瓜田李下 这个我是觉得 还没有当上大官 就已经开始去搞 在台面下去搞这种东西 你真的当了大官 你当了行政院的副院长 院长 这个真的是 我是觉得真的是不宜了 而且当王维迪 第一时间提出来 你有租 应该就马上 把你的租院拿出来 还有通常一般人 缴重房租 都是拿支票 或者转账 这个记录 你总不能跟人家说 我都拿现金给他 不合理 所以我觉得当侯友爷也好 当赵二航也好 只要他们当了总统 副总统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恢复特征组 从这个 蔡英文这七年半 快八年的总统的任内 你真的发现 不管八八强的 牵涉到的光电 还有疫苗 快筛的四季 这个进口的蛋等等 真的臭不可闻 我是觉得民进党 民进党才 不管是阿扁时候 贪腐 跟蔡英文这时候 惹出来那么 那么多发臭的东西 我是觉得 恢复特征组 有它的必要性 好 范永元讲到一个重点了 一般正常人 如果缴纳房租的话 应该会有转账的金流 是不是应该拿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 好 不过因为赖金德 他的这个面对民众质疑说 台南有光电的黑青 赖金德就说 哎呀 光电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是派系有问题呀 那现在爆出争议的厂商 被发现是绿营的金主 而且长崎和潘孟安 应该是交好的 那这潘孟安 他是什么派系呢 要不要像赖金德讲的 应该要查一查吗 好 虽然说潘孟安 现在卸下了公职 可是过去 他在屏东县长的任内 弄出了全台首创的 县级光电专区 那么当绿能业者 在潘孟安 他过去执政任内的屏东县 扩张版图的同时 潘孟安这么巧的 后来就租到了 这个叫做能源业者的豪宅 赖金德把潘孟安 视为他的铁杆兄弟 那么现在大选 也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了 潘孟安还不知道 应该要避邪吗 是对赖金德选情 已经太有信心了吗 还是反正在民进党内 和厂商有点纠缠不清 大家都是习以为常吗 韦周元你怎么看 最近我们也看到 这个蔡英文总统 还有赖金德这个副总统 都有讲到说 有吗 我们有什么弊案吗 有贪污吗 对不对 都在讲这个 访问学生 什么没有 陈凯林是谁 陈凯林是台南市的金发局长 判刑八年一审 就是光电弊案 谁的金发局长 还接受性招待 拿贿赂 就是被厂商贿赂 怎么会没有 那个是已经判刑的 那其他还有很多正在查办 还有最重最严重的是这样 要他查办他不一定会查办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像鸡蛋 大家都鸡蛋 知道这个超市 50万标4亿多的 拿4亿多的标案 这个负责人只有一千块的资本额 我就行文去 这个经济部商业师问 说其他那个49万9千块 那个股东是谁 我们实在很好奇 对不对 怎么神通广大 50万拿4亿多的标案 查不到 不给你查 他说只有检掉 如果有掉资料 我们才会给他 连立法委员掉资料都掉不到 所以打弊案 很难打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在立法院 连要打弊案都不好打 那检掉我们也去检举了 检掉有没有办 没有办 所以到现在 超市的背后股东是谁 还是查不到 好 我要讲的这个豪宅是这样 你说他5000万在台北市 算不算豪宅 算中上 可以这样讲 一个人住是有一点大间 还两个车位 我跟你讲 你跟那个立法委员比就好了 我们现在来台北 我们都住宿舍 住宿舍就是一间套房 没有自己的车位 要坐公务车 就是这样 那何必这么豪华呢 那另外就是说 你为什么不必闲呢 这一些 这个光电业者 还有立旗集团建设公司 主要是光电 这一块 因为你屏东核准了那么多的开发许可 做光电 大家都知道 做太阳能光电 有两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个要有土地 第二个要有亏限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县政府 要核发 开发许可 他才可以盖 那个要开发许可 就是县政府在核发 那你自己以前当县长当八年 那跟绿能业者 这个关系那么密切 你核发那么多的这个 开发许可给他们 那你现在租他的房子 然后付他六万块 谁信啊 对不对 那你将来你可能还当行政院院长 那你现在就用这个吃国家 拿国家标案的这种绿能厂商的房子来住 这样不用避嫌 那请问同一个标准就好 前一阵子大家不是在打那个 我们新竹市的高宏安 大家记不记得 他也打他嘛 他说他租那个建商的房子 那个建商可能有去做都更 打得很凶啊 请问绿能那个生意更大 你是以前的县长 还合法很多绿能的开发许可 那你就可以这样不避嫌了 就去租他的房子 然后你到底怎么租的也讲不清楚 所以当然要避嫌 对于官员权力越大 民众就有监督他 用越严格的标准监督他 不是吗 这个就是大家在强调的嘛 你要被监督嘛 所以我再回到讲说我们立法院 说要针对这些弊案 将来到底要怎么处理 我跟你讲 成立特征组是一个啦 因为特征组主要就是专门来办 贪官污吏 尤其是直等比较高的贪官污吏 因为怕他用他的权力 然后呢影响基层检调 然后不敢办 不是吗 我跟你讲 现在外面都在讲说 立营的人 现在县市长也好 总召啦 这些有权力的人 都能够影响各地的检察官的调动 包括主任检察官检察长 所以结论 成立特征组 而且要政党轮替 八年够了啦 政党轮替才能除够 清够 否则你继续给他们做 他们会自己办自己吗 不可能的 所以一定要政党轮替啦 事实上去年九合一 选举民进党的败选检讨 就直指说是有黑金跟血伦的争议 是他们选票流失的关键 尤其是台南发生了 像是议长的会选啦 有卢渣案啦 88枪的枪击案等等 都扯出和光电纠纷有关 当时赖清德还率领党公持 向民众鞠躬道歉 结果赖清德当了党主席之后 不只爆出民进党立委 是用诈骗首脑提供的房子和车子 那么现在连他的服选大将都爆出 竟然是和这个光电业者来租房 当然每个人都可能会有租房的需求 可是怎么民进党的人好像不是会遇到 有人要送早餐 或者是免费接送的佛心房东 不然就是有特殊背景 有特别好的关系 然后随便就有很多好房子的房东 那么一般老百姓 怎么都碰不到这么好的房东 施诚哥 你知道吗 什么叫做不知民间疾苦 我们一般老百姓知道 就是说我前两天看一个资料 我们现在平均还房贷要25.4年 同时房价要创新高 我举三个民党的政治人物 什么叫不知民间疾苦 林家龙 他上一次当台中市长的时候 那家就被攻击 台中市民不是空污很严重吗 因为全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在台中 他住的地方是在重化区的豪宅 又防空污又防震 这就是台中市长 之前的台中市长林家龙住的房子 我们的现在的领导人蔡英文 当年在选台北县长的时候 在中和还是永和买了两栋豪宅 就这样子 然后包括这个潘孟安 不过就上来辅选而已 你住随便就好 就回去睡个觉而已 一定要租豪宅 然后大家讨论问题说 这个总共这个车位加房子78平 这个6万块算不算贵 对不起啊 我去查了一下 台北市每一平的租金 1600块 1600如果乘以它的78平 12万4千块 如果是你的室内 我算55平好了 要8万8千块 我再强调 有钱的房子 基本上是拿来养的 不会租人 你这个插宝 里面都是一些外劳 为什么 他在那边养房子 他不出租的 他可以6万块租给你 对不对 你住了一个多月 刚才里面 这个我好好的墙 也被污染或干嘛 我还得重新整理 一般老百姓 遇不到这么好的事情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真的觉得说 奇怪了 为什么民进党 老是 你是这个上辈子有烧好箱吗 然后租的房子这么的棒 然后租一栋豪宅 我随便 随便讲 那一栋大楼 我相信没有第二个出租的 如果有出租 也不会租这么便宜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房子 这个新的大楼 新的大厦 管理费谁出的 水电费谁出的 要不要讲一下 对不对 六万块钱 是不是包了一切 如果六万块包了一切 真是太便宜的便宜 一般人随便租 就是一万多块 租一个 我就现在租了 五六平的小套房 就要一万四千四 你租六万块钱 而且真的不懂得 瓜田里下 你不过就是上来浮选而已 你不是上来过日子 一定要住这么好的地方吗 你现在被人家质疑 而且这个房东跟你原来是有关系的 跟绿营也是有关系的 以后大家就质疑 你当了大官之后 当年我在浮选赖清德的时候 然后你房租 这个便宜租给我 以后他来标政府的标案 你会觉得跟其他的厂商 会是公平竞争吗 这就是大家质疑的地方啊 所以为什么要成立特征组 这些不公平的标案 跟贪污 真的没什么两样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来到庶民大头家 侯友宜上周六 举办了张化晋总的成立大会 他痛批民进党是绝对的权力 绝对的腐败 他当选之后要成立特征组 来清查每一件弊案 该办就办 没有想到蔡英文总统竟然反向说 他不能够接受在野党指控民进党贪腐 但是却没有证据的说法 过去赖清德被学生质疑民进党贪腐的时候 他反问学生说 你有贪腐的具体试证吗 结果台下学生就不断的鼓噪大喊 疫苗光电黑金 我们看到过去 印表级公司拿了24亿的快筛 表演50万的超司 也莫名其妙拿到6亿元的鸡蛋合约 连陈凯琳都是被判刑定验 这些难道都不是试证吗 怎么蔡英文跟赖清德 好像就是看不见吗 当然了 如果今天民进党的贪腐 都没有人在讲 只有在野党在讲的话 那在野党该死了 因为全民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 在野党故意抹黑 其实在野党反而会接受民众的检验 但问题今天就是 不只是在野党在讲 而是这个社会普遍都这么认为 连很多过去民进党的 始终的铁杆的支持者 都看不下去了 很多民进党的创党的党员 都看不下去了 照理讲 在民进党控制了所有主流媒体的情况底下 要形成这样的社会共识 那这个贪腐啊 如果不是真的很严重 恐怕也很难 所以呢 蔡英文假装不去面对这个现实 而只说只有在野党在指控 其实蔡英文真的跟我们所有的人民 活在平行时空 离我们太遥远了 我们来看一下 侯友宜赵钢公布1998年思觉失调症患者公车 挾持事件历史镜头 嫌犯要求当时是刑事局副局长的侯友宜 以及政治人物豪龙斌赵钢康来谈判 最后成功将人质释放和平落幕 侯兆两人呈解救重大危机关键人物 这回再同框要一起合作救国家 侯友宜狂轰民进党贪污腐败 主张当选要重启特征组 蔡英文竟这样炮轰 但回顾当年马王政争是特征组 今天听到王金平跟柯建民 想关收司法的大丑闻 马云九被述泄密后来无罪确定 赵少康炮轰这跟要不要重启特征组 根本两回事 蔡英文奇怪你不是读法律的吗 她说因为当时特征组 有人去监听王金平的电话 个案嘛 没有特征组哪一个检察官 也可以去监听人家的电话 他有违规违法去监听 检察官都有这样的权利 这跟特征组什么关系 不能够倒嘛 关收司法的一个监听案 跟他有什么错呢 邻君炮轰反观蔡政府党 边听疫苗户高端 资料还封存30年 甚至资本额200万的小吃店 拿下16.5亿快筛采购案 50万资本额小公司 承包进口8000万颗蛋 就连搞绿电能源的赖静林 都能一人当19家能源公司的董事长 难道通通不用查 民进党这么多年来 所有的弊案 人民的眼睛都很血亮 光电弊案 疫苗采购 炒股案 民进党的弊案 层次不求 政府真的不要装容作用 谢述民进党上任后 贪腐质疑 连环报 兰冤调侃 蔡英文这么反对 重启特征组 难道是怕关收司法 又被听到 在民进党用各种理由 来反对特征组 他们怕查到这些大官 甚至这些 吴院院长第一家庭的 有没有贪污的丑闻 从光点高端到鸡蛋 民进党弊案争议不断 如今还呛在野党 拿不出证据 百姓只盼 政党轮替重启特征组 才能把弊案 一一抓清楚 好我们看到侯友宜讲 绝对的权力 就会带来绝对的腐败 当选总统 他就会成立特征组 要清查每一件弊案 无论是谁 该办就办 该抓就抓 所以在法律面前 天子与庶民同罪 大家都感受到 民进党吃相难看 特权舞弊 甚至于所有的资料 还可以封存三十年 民怨沸腾 齐来有字 蔡英文当然不爽 她说在野党铺天盖地 说民进党贪腐 我不能接受 你不拿出证据来 就跳针了 一直说要重启特征组 好这时候呢 蔡英文忽然扯到了 马王政争 说特征组 去监听国会议长 导致了宪政危机 造成政局不稳 经济不安 社会动荡 好 那么呢 这个我们看到 侯伴就说了 蔡英文的说法 好听一点叫做 因业废食啦 难听一点就是 包庇特权贪污 高端的疫苗 小吃点快塞 进口鸡蛋 哪一件不是 跟政府采购案有关 其实几乎每一件 都直指苏贞仓啊 如果没有特征组的话 怎么办这些大尾的呢 号称疫苗国家队 快塞国家队 鸡蛋国家队 这么多的国家队 现在看到国家队 我们就心惊挡战啊 通通都回避了 政府的采购法 以特别预算为名物 放任有心人士 上下其手 所以啦 如果有特征组的话 这些事情会发生吗 我不敢说有特征组 这些事情不会发生 但是如果这些特征组 真的像是钦差大臣 包青天一样 不论你是皇亲国戚 我一概查一概办 那当然会贺阻这一些 想要趁机捞钱 趁机能够 智富的这一些 蟑螂蚂蚁老鼠们 但是呢 今天我们看到 为什么一提到特征组 民进党就要跳起来呢 是不是做贼心虚呢 马英九就出来讲了 怎么扯到马王政争呢 所谓马王政争 不要忘记当事人 是你们民进党的大党边 柯建民的司法官说案啊 不要扯到马王是柯建民 蔡英文你追究柯建民了吗 蔡英文自己治国无方 贪腐恒生 已经是国人的既定印象了 还有脸大声的抗辩吗 那谁不知道 柯建民就是专门在帮忙瞧 这一些所有的事情呢 所以台湾的民主法治的根基 早就已经腐烂到根底下了 两届沉水扁的执政 只落下了贪腐的污名 换来了蔡英文之后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这是大家对于台湾政党轮替之后 没有办法换来正向的一个循环 反而是负向的无底深渊 看到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贪婪无度 有了权力之后 什么都敢吃 什么都敢拿 真的有把百姓的辛苦放在心上吗 你所有的证件全部跳票 真的有把年轻人跟劳工 放在你心里最软的一块吗 不要再骗了 也不要遇到了特征组就跳起来 真是此地无垠三百两 蔡总统认为百姓质疑民进党贪腐 是没有证据的指控 但是侯伴反向了 包括了高端疫苗 小吃店怪摘 进口的坏鸡蛋 哪一件不是跟政府的采购有关呢 通逼政府是打着疫苗国家队 快筛国家队 鸡蛋国家队的企号 都在闪避政府采购法 那么现在政府动不动就抬出特别预算 什么资料通通都列为机密 如果今天有特征组在 那民进党政府还会发生这些事情吗 贝文怎么看 特征组啊 看来大家讲就在查大官 查像立法委员 部会首长 地方县市县市长或中央的要员 我们也知道像这个 现在的检察官有一些 我不讲都是全部 有一些确实是看上面的风向 举例 谁去办马英九的案子 只要立案了 办得成办不成 他都会升官了 我们再看了 难道台南的光电的88枪是假的吗 台南光电的88枪 细节部分我们就没有时间想要讲一两个小时 88枪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一次打 打最多的一次的一个枪击案 那么重大的案子 请问现在有跟大家做交代吗 大家知道是光电案 光电案里面刚才 韦东秀又提到 你的进发局长都是因为这个案子 判刑了八年 难道是假的吗 蔡英文总统 难道是假的吗 再说我们讲说这个高端 高端是 在全世界都不会发生 在台湾 通常你看像BNT他们 莫德纳达 他因为是重大的传染病 所以让你做到三起 还没有三起做完 但是三起要其中 中间的中 我们是二起的启动都没有完 对 二起启动完就发给他 中间的过程还去挡 去挡BNT BNT可是鸿海 是台积电 还有他们捐了1500万剂 但是如果让他赶快进来的话 高端的疫苗 大概卖都卖不出去 就是用党他们拖延时间 让他二起 其中还没完整 就核准 这个给你卖 买了500万剂 有150万剂是销毁的 蔡总统难道你又不知道吗 我们在看啊 这个小吃店的快筛 大家为什么会拿出来 小吃店的快筛 请问他你跟这个 跟这个医疗用具啊 或用品啊 有什么关系 资本额200万的小吃店 包了多少 多少钱的快筛 你知道吗 16.5亿哦 200万可以做16.5亿 这样子 小吃店的 你说你以前是卖什么消防 不是卖 医疗器材啦 或者跟这个业界有关 你总要扯上一点关系吧 结果你看 又给他 大家对更清楚的是 但好 一家公司 资本额50万 成本来成立 后来他可能不买 他又 又把执照都暂停 后来 资本额 赶快又恢复 他可以去做生意 一个月以后 就标到了 50万的资本额 不到半年赚多少钱 我们不要去帮他细推 是你政府讲 没有赚那么多了 只赚3800万 我的天啊 50万半年就可以赚3800万 我也想做这个生意啊 我想台湾大概 99.9%的人 都想做这个生意啊 这里面啊 我跟你讲啊 都是 就是采购法 采购法是说 你如果说你真的是 就是我们大家共同来标这个案子 然后你要符合资本额的规定 你有这各种的业绩才可以 你看 他就是用的特别采购 就排除了 排除了我的 我的采购法 我只要是我绿友友 我就给你 蔡总统 来说你又不知道吗 我们讲了那么多的案子 就是最近 最近这两三年发生的事情 蔡总统真的是 你说我不服你 我不同意 你要拿出证据 我讲的这个东西 哪些是假的 光这个高端 被今晚会移送了九次 最后没事 今晚会是很严谨的单位 他给你移送九次 我们在这个节目 不要想了多少次 蔡总统 你又不知道 欧宜说要重启特征组 先是赖清德反向他说 没必要 蔡总统还特别说了 当年的马王政争 质疑特征组兼低 会惹出宪政的危机 可是民进党执政 七年下来 爆出了200万小吃点 承包16.5亿的快筛标案 印表机公司成立 一个月就可以拿 24亿的快筛标案 50万的超司 可以承包这个 8000万的 8000万颗的进口鸡蛋 好啦 更不说民进党的 这个赖敬林 一个人可以当 19家光电公司的董事长 难道这些案子 都不用继续查下去吗 蔡总统说 他害怕不当的监听 可是调查人员 该怎么监听 其实有法律的规范 蔡英文总统 却拿这个理由来 反对重启特征组 百姓能够服气吗 士诚哥怎么看 我不晓得蔡英文 有没有看过政论节目 我们包括立文 包括费委员 包括红桌委员 对不对 就是每天都跟念经一样 包括维州委员 对不起 念经一样 臭鸡蛋 快筛 疫苗 每天都在念经 这个念了 耳朵长简 那个耳朵都掉一满地了 你竟然赖清德 学生问他的时候 还叫学生举例说明 莫名其妙你知道吗 当年那个马王正真案 那个马英九说 那个什么柯建明没事 柯建明没事啊 那个到现在赖清德 还非常照顾柯建明啊 柯建明现在是 不分区的安全名单啊 就这么回事啊 就这么回事 当初监听 也没有什么违法监听 后来马英九被判无罪啊 然后刚刚大家讲高端 高端一路以来 第一个 雷倩雷姐说 高端根本不是台湾的产品 第二个 高端在出这个流感疫苗的时候 谢寒冰在这里讲 有人就说 高端可以买了 要找了 那个时候你看 他那个疫苗 是从韩国进口进来 台湾分装的 也不是他做的 所以高端自己做的产品 基本上是没有的 那高端一路以来 刚刚这个我们费委员讲了 移送了九次 什么事也没有 这不是个大弊案吗 蔡英文蔡总统 你都眼睛瞎了 看不到吗 包括陈明文的案子 到现在有在办吗 300万摆在高铁 高铁里面的行李箱的专用区里面 下车还忘了带 这一般人能信吗 那如果没有特征组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北检怎么办 刚刚说有人说听上面的话 那个徐巧鑫 他的这个里长 送那个袋子 徐巧鑫说那个是 民间版的LV 一个四块钱 然后呢 这个寿命 寿命他说二十块 有人说对不起啊 小鑫你买贵了 里长说你买贵 根本不要二十块钱 二十四块钱北检侦办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北检 有的是午夜十二点传唤 有的是清晨六点传唤 你不是在整人吗 对不对 我们需要特征组班大官 过去 我最后讲 蒋经国先生在任的时候 我小时候记得很清楚 我爸当警察 一个警察贪污五万块钱 枪毙 我们当然现在不需要这么重的刑罚 可是我们相对剥夺感 就是这些大官还在贪污 然后我们老百姓 一点办法都没有 然后你说 你蔡英文说 哎呀 我们民党贪什么干嘛的 还要我念经给你听吗 还要念吗 这样的相对剥夺感 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 难怪你们会不知民间疾苦啊 因为你们日子过得一点都不苦啊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蔡英文提到说 重启特征组之后啊 哎呀 当时呢 恐怕这个马英九 靠着这个特征组 来兼定令法院长的事情 又会发生吗 他说当时是酿成了 马王阵争的宪政危机啊 好 不过马办就反批了 说蔡英文呢 所谓的马王政争 就是民进党 柯建民的司法关书案嘛 而马英九被绿营污指的泄密案呢 最后法院是判他无罪定验的 蔡英文从提了马王政争 来阻止重启特征组之前 有去追问这个柯建民的责任吗 韦周元你怎么看 特征组就是要办大官的啦 你知道像我们立法委员呢 我说实在的啦 你看立法院里面还有司法法治委员会啊 就是专门在咨询这个法务部司法院的 那如果没有一个特别的特征组 给他授权 我想很多基层都会受到影响 办案会受到影响 这个喔 立营执政看得最清楚啦 所以这个当年的那一件事情 所谓泄密案是听到电话 然后确实是在官说嘛 在关心特定的案子 所以你说没有特征组 基层的这些检察官 真的会尽责去办大官吗 办他的长官吗 所以需要 我们需要一个特征组啦 那我自己 即使我自己当立法委员啦 我也觉得啦 有特征组 好啊 大家就看在阳光下 不管你是哪个政党 权力是需要被监督的啦 这个是不变的道理 所以很多人常问我说 你现在在反民进党 以前你也是民进党 我说 实在反 这个是人性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只要有权力 然后权力巩固 权力唯一想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增加更多权力 会想要用这个权力 去保护自己的权力 这个就是人性 所以为什么民主设计 要设计三权分立 来互相制衡监督 不相信人是可以 给他权力 他可以不寻思 所以当然要成立这个特征组 我再回应一下 刚刚讲 这个贪污 这个一直讲说 民进党没有贪污 我跟你讲 其实一项一项 讲出来还很多 他们这一次不是要提名了 这个什么民主大联盟 不是退选了好几个 那就不就贪污 一个是基隆的本来立委候选人 因为贪污这个助理费 两代 爸爸跟他两个一起 污了助理费污了很多退选了 屏东不是也一个违反采购法 退选了 怎么没有贪污呢 不然你要干嘛要退选 另外郭再青 民进党的中指尾 88枪的这个祖贤 就是他 主导者就是他 中指尾 这样不算民进党的 不然是怎么样 要总统才算民进党 是吧 对不对 中指尾 你们的议员 你们的立法委员 你们的评委 这个交保四百万的评委 你们的局长 都被判刑确定的 被起诉的 这样还不叫贪污 请问到底是要怎样 要总统抓起来像阿扁这样才算 才算民进党 才能算在民进党吗 如果这样的标准 那人民可以接受这样的标准吗 给你权利 然后你让下面的人去上下起手 然后说跟民进党无关 民众可以接受吗 还是要政党轮替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今年联合国的气候变迁 大会聚焦在能源转型 包括了每日在内 22国都承诺 2050之前就要将核电提高 到2020的三倍 对比民进党这个时候 还在警报非核的神主牌吗 难道要继续违逆世界潮流吗 非核人怎么看 这是COP28 就是联合国的气候变迁大会 他们气候变迁 主要是要希望碳排量减少 避免地球暖化提早发生 我们也知道 现在各种的怪异的气候 这个层出不穷 这主要就是碳排 碳排太多的就是主因 所以欧盟已经把 几年前就把这个核能发电 变成定位在绿电 那此刻美国 这个以美国为首的 它这个几个国家 要把这个到2050年 离现在大概还有27年的时间 要提高现在核电发 核电发电量的三倍 三倍 这个在在的 对我们台湾的能源政策 就是一个大挑战 如果民进党继续执 他要死爆他的神主牌 就是这个所谓的 那个废核的这个问题 那就跟世界的潮流是 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看 你说太阳 这个你讲说 这个太阳能 它比较太阳能 像我们去年年底 台湾购入的电力 一度成本是4.36元 核电不到一块钱 当然民进党讲核电 这个核费的怎么处理 我请问 这个太阳能的光 光电板 20年以后 你要怎么处理 现在都还没有找出 这个找出方法 仍然是个问题 我们再看 不管是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 当初标的 一度电力就5块5 后来第二 占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另外标是2块5 也都是很贵 天然气跟煤 它的碳排量 实在是